晚上运动瘦得比较快吗 如果说你能够在白天 就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好的运动的话 其实那个代谢效果 会在你一整天的时间里面 都持续地提高 听说仰卧起坐可以消小腹 这是真的吗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 你要先减肥 你才会看到肌肉 运动后不能马上冲澡 这是真的假的 假的啦 我的建议其实是可以冲澡 大概20度到25度左右的水 其实都还没错 运动有方才能够受用无穷 运动减重也有方法 疯狂减重可能还没瘦下来 缺陷伤了身体 受用无穷该怎么做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运动很风行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 希望透过这个节目 能够带一些正确的观念 给各位观众 运动时候呢 有好的正确的观念呢 才能帮助瘦身好成效哦 药婆就要动 但是要动得好 动得安全 动得有效果 就要把这些运动的迷思搞清楚 那我的迷思一就是 大家都说 晚上运动瘦得快 宋仙治疗师你在偷笑 这个方式有效吗 其实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 运动确实会带来 我们代谢的增加 但是当然随着你的活动 逐渐减缓以后 这个代谢的程度也会降下来 所以如果你晚上突然把自己的代谢拉得很高 可能你一休息它又降下来 那如果说你能够在白天就给自己一个比较好的运动的话 其实那个代谢效果会在你一整天的时间里面都持续的提高 所以这样子的效果也可能会比 就是晚上才来运动要来得好一些 除了这个运动的时间之外 有的人觉得说不行 我的强度一定要很足 一定要练到退退 就是整个腿酸都不能走 代表说你这个运动有效 其实我们说在运动的时候 肌肉在酸痛 分两种 一种就是其实我们都听过乳酸 乳酸就是运动太多 然后不够养分 所以造成我们乳酸会积在我们的肌肉里面没有办法排掉 所以这种是一种的酸痛 另外一种就是比较持综性的 就是说可能是一天以后才会 那这种的话就比较不一样 它是有肌肉受伤 我们肌肉是一条一条肌肉纤维构成的 所以可能是肌肉有裂伤才会这样子 这两种受伤的普通就是说 我们就是尽量 比如说透过物理治疗 增加血液循环 然后冰敷 所以透过各种方式能够减少这种发生 可是很多人觉得说 我全身酸就代表一定是乳酸堆积 它没有排泄 没有代谢掉 防护员应该有很多人都会这样子问你吧 你一个好的收抄是会帮助你 快一点把这些代谢产生的东西给吸收回去代谢掉 那另外呢 你隔一天隔两天的这个酸痛 那它就比较有可能是一些肌肉的微小的损伤 所造成的 那这个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很局部 那用冰敷来处理就会比较方便 那可是有的时候部位很大 比如说你整条腿啊 整个背啊 对 那可能就是说伸展 或者说一些强度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心肺 比如说你去散散步 走一走 那增加你血液的循环 其实这个会帮助你比较快恢复 而且这个其实你要回头去检视一下 是不是你平常都没什么在运动 突然一下子高强度 它比较容易会产生所谓齿巴的酸痛 那这种齿巴酸痛 其实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 你能够维持低强度的活动 其实它反而是比较不容易发生 也会比较好 然后在运动后啊 你比方说在休息的时候 给予一些比较适当的按摩 它也会有一些帮助 还有一个迷思就是说 我突然想到 我就突然做很多很多运动 一定要大量流汗 才代表说我真的有运动到 流汗的话只能说是一个 评估的方式 而且这个方式其实很粗略 在运动里面的话 我们要看说什么项目 那什么频率 什么强度 时间 那这一些才能比较掌握到 你真实到底有没有运动到 那很多人在我们接触的时候 他会说 我不太会流汗 没错 可是呢 其实你去问他 常常是呢 那你平常做什么运动 我公务员散步十分钟 公务员散步 这是蛮常见啊 或坐办公室坐久 基本上这个离 真正有效果的运动 其实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当然不会流汗 可是如果照这样 我们要怎么检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 我们就是用心跳 所以普通我们就是好 有一个方式就是 你220 减掉你的年纪 好 比如说好 最大准备 220减掉50 变成170 然后170 我们如果说属于轻度的 就是说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的心肺要达到60% 然后中度就是80 780过来90 所以说一般的话 只要你能够 我觉得一般的人 差不多60% 这样已经够了 强度方面比较轻一点 低的话 那其实我们一开始 在运动的时候 其实会用到脂肪 反而是高强度 比如说你的心跳 已经跳到90%了 那你反而会用 比较多的什么 你的那个糖类 所以对 淀粉类 所以我们用糖 我们两种两种那个营养 一个是糖 一个是脂肪 还有蛋白 可是如果像这三位 帅哥都这么帅 我看到你我就心跳加速 这样子算是有运动到吗 治疗师 当然不算 这个比较算是 你脚感神经比较兴奋的状况 可是我心跳速也很快 可是要搞不好算了 因为看他跳多快 跳到一定的程度 当然还是代谢会增加 这是亦然的 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期待 就是说你透过肌肉的活动 去消耗你的热量 对 这个才是比较 真正在消耗你的热量 一些方法 那网路的谣言爸爸 就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 Q 听说坐仰卧起坐 可以消小腹 这是真的吗 教授 可是我们真的以前在减肥的时候 人家就说女生肚子太大 你就是做仰卧起坐就对了 我们做仰卧起坐 就是要把肌肉练得比较强壮 比较大一点 所以这是真的 所以做仰卧起坐 或是我们做哑铃 都是在练肌肉 所以其实这个腹肌 它就是一块肌肉 然后分有些人是六节 有些是八节 十节 也有人看过 我看过十节的 所以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重点是在哪 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腹部 我们大部分的人脂肪都比较多 所以你只要有脂肪的话 其实就看不出来 所以其实重点就是说 你要先减肥 然后看能不能把腹部的这个 脂肪先消一点 对 消掉 你才会看到肌肉 所以你再多的肌肉 看起来好像是胖胖圆圆的 女生还很怕就是 我如果常跑会越跑 小腿越粗 治疗室 这个应该是很多女生 都会找你的 不过我想其实平路跑步 其实还好 而且如果你在跑完之后 当然你的肢体 我们有充血的关系 一定会累积一些组织液 在我们的肢体里面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如果你在运动后 你有个好的伸展 你有个好的回流 其实它会变粗的机率 不是很大 尤其是我们以有氧运动来看的话 它会比起我们 以重量训练的角度来看的话 它比较不容易会让肌肉变大 变厚变粗 所以其实长跑 不见得会让腿变粗 可是你如果长跑 或者是跟逛街一样 你整天这样下来 你又不好好的伸展 不好好的拉筋 然后不好好的让它回流 那它势必还是一定会肿起来 就我的观察的话 大部分人是因为 它有脂肪在那个地方 也是肥肉就对 不单纯是 因为我们看的是小腿维度 螺脖腿是整个小腿维度 那这个维度包括肌肉发达程度 跟脂肪 那有些人的话 他其实是脂肪太多了 所以 那在一些整形上面的话 他们有可能是去 切除部分的这个肌肉 让它变得 就会比较萎缩 那看起来就会比较小 可是即便是这样处理之前 那通常医师都会建议说 你先把脂肪的问题解决掉 先把它消止看看 到底是不是需要有中到 中级的手术目标这样子 是是 那另外一个就健康的角度 我觉得说 我们人本来就会活动 那活动你本来就有肌肉发达的 这个状况嘛 那是因为一般的观念 觉得那个细细的 都没有细肉的好看 娇娃咖好看 对 我觉得是这个观念有问题 那我们运动 那带来健康 那你小腿会发达一点 我觉得这本来就应该是合理的 所以主要是我们审美观念要改变 然后这个脂肪 先消除之后看看再说 那再来就是 运动后不能马上冲澡 这是真的吗 治疗师 当然是假的 假的 我的建议其实是可以冲澡 但就是说你当然不能够冲很热的热水澡 那冷水澡冰的 那也不要马上就冲冰的水 其实我还是会建议说 你大概在 如果你要凉一点的水 大概20度到25度左右的水 其实都还不错 那如果说跟我们体温差不多 再热一点点 36到大概38 40度以内 这大概都还算是 我们运动后可以去冲澡的一个 冰的或者温的程度 如果你冲很热的热的水 当然它会影响到 我们肢体回流的一些血液 那你太冰的水 其实也会很容易人家说 会收起来这样子 对 所以其实状况可能也没有比较 比起我们在中段这里的处理 要来得更好 其实冰跑它有很多的好处 它能够消肿 它能够止痛 为什么能够止痛 其实比较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我们如果可以冰到你的神经 有点好像麻痹 麻痹 有消肿止痛 我们大家知道要先软身 然后运动完的时候 我们现在有说一个叫做 就是慢慢让它冷却 所以这段时间我们是这样 我们让你的心跳慢慢慢慢的减低 OK 所以说普通我们一定是先让它冷却 慢慢减低以后 然后我们再跑进去冰桶里面 因为那个时候的时候 你的血压已经都差不多正常了 正常的时候 特别是职业选手最怕什么 他怕乳酸 因为他们每天这样训练的话 他们会乳酸的堆积很多 所以他马上冰的话 可以减少乳酸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你看他们半场 你看很简单 你看王建民的话 他普通在投球的时候 因为天气冷 所以他一定是先用热敷 他没有在投的时候 在等的时候 可是他玩的时候 一定是用什么冰敷 所以软 因为热可以这样保持你的韧带 你的肌肉 你的肌腱的弹性 他越有弹性的东西 就越不会受伤 所以为什么说冰桶 我们的意思是说 当然你要在比较正常的 正常的那个 心跳血压都维持正常情况 而且刚才我说 就是说你一旦冰的话 所有的血就离开你的皮肤 它会去跑到心脏 跑到肾脏 跑到肌肉 那这样增加肌肉的血液循环 你就能排掉你的乳酸 所以对特别是职业群 是很重要 只有一种护具 可以说完全保护 就是铁做的 而且是定做的 把你的手肘绑得很紧 这种才能够避免受伤 这个连走路都很难 所以这个就是困理 想要瘦除了运动形态的选择之外 运动后的营养摄取时间 也是影响运动成效的重要因素 根据一项人体的实验指出 能够在运动结束后 三十分钟内摄取食物 比运动后四个小时在吃的人 体脂肪更能够减少百分之二十五 研究说运动后三十分钟之内吃东西 比起你四个小时之后再吃 他的这个体脂率下降的幅度比较大 可是很好奇 教授这是为什么 这个就要看 就是看人每个人会不一样 就是说因为你运动完了以后 你的代谢会增加 那特别是这些如果说是运动选手 长期在运动职业选手 他们的代谢的这个程度会很高 所以他三十分钟吃了以后 他马上就被代谢掉 因为你身体我们刚才说过 你运动就是运动而已 你没有受伤 运动的话 我们其实我们的肌肉也会产生一些受伤 一些显微进行那种 我们叫做microscopic 就是唯一不小的受伤 那所以受伤的话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蛋白 要修复 对 要修复 所以说他们如果说三十分钟里面吃的时候 其实那些会马上被吸收掉 拿去用拿去变成肌肉修复 那我们一般人的话 因为我们代谢没有那么快 所以我们三十分钟吃跟四个小时 其实都是一样 一样的 可是刚刚提到说 我们运动之后 有可能我们的这个肌肉会有一些受伤 所以要一些蛋白质来修复 那我的印象就是 每次游完泳之后 旁边就有人在吃泡面 马上游完马上吃 他们就说你一定必非无疑 但是我运动之后 或是运动前 有没有哪一些的饮食禁忌 或者是说我运动之后 我该吃什么 才不会让你刚刚做的运动都白费了 而且是越来越胖 像我们一般人 可能运动时间都不是这么长 还真的不是那么长 所以其实你运动前 你可以先补一些刚刚讲的糖分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 接下来运动的燃烧 就马上它可以直接转化 它可以直接就让我们使用掉 也可以直接替补掉 我们身体准备要耗损掉的一些糖类 因为我们一开始 最需要使用的耗能的系统 其实就是我们的糖类的系统 那接下来它才会 你运动时间越来越长 它才会 它不是不会用到 但是它会陆陆续续的越增加 越来越多跟脂肪有关的一些消耗 那随着你运动时间越长 你才越需要去注意这个部分 那确实是有些研究告诉我们说 他们针对运动的选手来看 确实运动前你补充得好 跟运动后你补充得好 其实他们的状况都会比较好 他们恢复也会比较好 那当然教授刚刚特别提到 这个东西都是针对运动员做出来研究 所以我们一般人不要因为这样子 就暴隐暴食 吃一些油腻的东西 像刚刚讲的 你说我可以吃一点糖类 它就巧克力一直塞 所以像类似这种 或者说我要犒赏一下 我自己运动后就去吃个麦当劳 吃个肯德基 像这种其实都反而不是很正确的补充 其实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办法证明说 你每天喝一杯这个蛋白的补充 你就可以修复 会比较壮 反而会变胖 因为这些蛋白变成脂肪 因为你要练肌肉 就是说你要做重训 把这些蛋白变成肌肉的蛋白 不是脂肪 所以这是另外一 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可是如果这样听起来 有没有建议的 因为讲说这个蛋白质的 这个补充很重要 但是也不能过量 我们会怎么样建议它 其实最简单就是说 运动完吃一块鸡胸 两小时以后吃 你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反正就是说就补充这个 蛋白一定要补充 所以我们不是说就只吃 只吃淀粉类 我们吃饭 然后青菜其实很重要 可是其实肉类很重要 所以我们吃素食的观众 可能这方面就是要 比较注意一点 就运动之后 这个营养补充之外 我们知道说 还有就是有些人 运动就是朋友 大家腰祸 然后就开始一直跑 他也没热身 这个会不会对身体 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热身其实是一个 一定要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热身 重点是像刚才提到 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身体会发热 温度会增加 那增加的重点是在哪里 我们可以让这个肌肉 肌腱比较有弹性 像我们橡皮筋 我们只要加热 不是比较好拉 所以同样意思 所以透过这个软身 我们能够减少受伤 所以软身的重点 是减少受伤 当然如果说你看 看研究的话 它就证明说 我们如果可以 比如说每天 你做软身五分钟 跟你每个礼拜跑步一次前 做二十分钟的软身 哪一个会比较有效 每天会有效 所以这个很多研究 都已经证明说 这个才对 而且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还要再去想 因为以往我们旧的观念 觉得说我们就是拉筋 想要把关节的活动开 结果拉都是做静态的拉筋 但其实这几年 已经有很多研究告诉我们说 你一直拉在那里 可能三十秒或一分钟 然后放开 像这样的拉筋 其实它反而会对我们 接下来的运动 带来一个比较负面的效果 因为这样子的伸展 它比较容易让我们的肌肉 在接下来的活动里面 不容易出力 那不容易出力 反而有可能会提高 它受伤的趋势 所以这个 其实我们现在比较习惯 就是说我们可能可以用慢走 或者是用肢体的活动 先把身体热开 当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暖身 然后搭配一些所谓 动态的伸展的动作 那这个有边在动 右边伸展的动作 反而比较好 让我们的身体暖起来 就配合我这个动作 然后还有一些特定的 这些伸展的姿势 而且这些特定的动态的伸展 它是可以因应 跟我们接下来的运动模式 会接近的一些动作 会比较好 除了这个热身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 有的人会怕运动的时候受伤 所以他还没运动之前 他就先把这个护具都带好了 然后再下去运动 可是教授 这个护具的使用 有时候也是一门学问 如果你看所有的报告 从反正所有的研究 其实他的结论都是什么 这些护具都没有效 都没有效 可是还卖得很贵 那他能够怎么样 就是说有研究证明说 他可以增加你的神经反应 所以说你如果穿一个 比如说穿一个护膝 那这个护膝穿上去 你如果要跌倒的时候 因为有这个护膝 所以会让你反应比较快一点 那你感觉到说糟了 我要跌倒 所以要怎么办 那我们的身体马上要反应 那前提在哪里 你要有一个很强壮 很有力的肌肉 你才可以避免跌倒 可是因为我们很少 我们台湾很少 也不是说真的 就是说很少注重重量训练 所以我们的肌肉 只能撑20公斤 所以就是你的头脑给你讲说 糟了 我要跌倒 拜托你帮我拉回来 拉不回来 拉不回来 因为它需要50公斤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一般人跟职业选手 完全不一样 我们职业选手注重什么 就是我们神经训练 所以刚才提到的这个 反而拉 拉会更容易受伤 因为你在拉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怎么样 它想去保护这个肌肉 反而越紧 所以越紧绷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普通 在护具方面 我们是跟病人说 你如果觉得舒服 你可以用 可是重点在哪里 你一定要好好做 你的腹肩重训 只有一种护具 可以说完全保护 就是铁做的 这个连走路都很难包 所以这个就问题出在这边 你穿那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根本就 选手不可能穿那个 在运动 所以这个就是 为什么说 只有证明说这种铁架子 而且是定做的 把你的手座绑得很紧 这种才能够避免受伤 它其实就是一个拉筋的动作 只是它比我们以往这种 拉住的拉筋 这个不一样 固定式的 对 因为这种固定式 我们其实刚刚有提过 它比较容易反而会让我们受伤 在运动之前 暖身动作也一定要做到位 立友你要现场帮我们示范 怎么做 好的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动作 叫做巴比跳 那包含了下半身跟上半身的活动 那一开始的时候 它像是一个伏地挺身的变形 一开始我们蹲下来 手撑地上 然后两脚向后跳 或者是你可能没有那么有力量 那你一脚一脚走出去 接下来伏地挺身下来 让你的胸口贴地 手掌稍微离开 这样你会轻松一点点 那接下来呢 撑上来 在撑上来的时候 你还可以保持的膝盖着地 会轻松一点 然后离开 再让你的脚跳回来 接下来往上跳一次 好 那我做一次完整的示范 好 那这样子的话呢 你从脚到上半身 那你都有一个基本的活动 那这个是在热身的时候呢 一个比较简单 而可以动到大部分身体关节的运动 这个要做多久 这一个的话呢 大概你要做到自己 让自己稍微有一点发热流汗 这个程度 危船 对 大概差不多三分钟到五分钟左右 我们谢谢利友 除了这个很重要的暖身运动之外 我们终线治疗师要帮我们带来 动态的一个伸展是不是 其实最简单的 因为我们待会可能是要跑步 可能跟我们的动作都很有关系 它是一个交替的动作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搭配右手跟左脚 左手跟右脚 右手跟左脚 左手跟右脚 很规律的 然后搭配一下身体的旋转动作 腰部的旋转 对 腰部的旋转动作 我需不需要把它自己弄到极大的限制左右 如果能够拉开那是比较好 因为它就是一个所谓动态的伸展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拉筋的动作 只是它比我们以往这种拉住的拉筋 这个不一样 固定式的 对 因为这种固定式 我们其实刚刚有提过 它比较容易反而会让我们受伤 可是你随着这种有动作的 这种暖肾的动作来说 它反而比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 准备好接下来的工作 所以这种动态的方式 其实是现在比较有实证的 也比较流行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就是你可以运动前做 也可以运动之后的一个伸展 对 这个都可以在运动前后 都可以搭配进去 我们谢谢治疗师 所以了解了这个暖肾 以及动态的伸展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要避免受伤 所以事前的防护工作很重要 教授我们要怎么做呢 这些动作都是很好的动作 因为我们提到说 第一 我们的肌肉 一定要让肌肉肌腱 一定要让它有弹性 要伸展 所以要有弹性 就比较不容易受伤 第二重点就是肌肉要有力量 所以我们就要做重量训练 把肌肉练得比较粗 比较大 第三 他们刚才做的 特别是Leo做的话 还有做到什么 所谓的神经训练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 不是只有把有弹性 有力量 有力量 你还有什么 神经控制 反射好 对 所以为什么说 我们老年人比较容易跌倒 然后这边断 那边断 就是因为其实是神经不好 还有加上力量不够 因为我们普通一般人在受伤 我们不是因为关节太僵硬 是因为关节没力 所以我们搬 我们比如说坐飞机要搬行李 如果搬上去就痛了 对 那是因为有腰痛 那是因为我们腰没有力量 不是因为腰太紧了 所以这个弹性的话 其实对什么人最重要 更重要 其实是职业选手 你说比如说 王健明在投手 如果他在投球的时候 他的关节没办法放松 他球就是投不出去 所以说然后他就很容易受伤 可是一般你跟我的话 我们不需要做到 投球这种动作 所以我们的受伤是因为 关节肌肉没有力 不是因为关节太僵硬 就是肌力训练不够 然后而不是我们关节不够松 所以掌握正确的运动技巧 才可以让你拥有健康又受用无穷